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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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就喜欢整得低一点点 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习惯 但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英图万李莫 那今天呢 我就要在这个地方创造一个我自己的睡眠世界 欢迎各位老铁到我的睡眠世界了吗 哈哈哈哈 哎 电脑子什么时候我被忘了 第二个问题是说你之前有没有过什么呃 比较奇葩或者让你印象深刻的入睡体验 有 有一次我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喝一点点含酒精的东西 我就会困到不行 哈哈 然后有一次就就不知道谁 就我们这边跟一个什么果酒有个合作 然后那天我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刚睡醒我吃饭 我说哎 好口渴啊 拿瓶水喝吧 哎 果汁 然后我就开始喝 后来之后我就觉得躺在那儿玩手机 我就说不对 这气怎么想睡觉 我不是刚睡醒了 睡着了 然后醒了之后我又开始喝那个水 我一喝就感觉不对劲 我就看上面 酒精含上大概是小于百分之零点几吧 我就喝一点点含酒都行 我立刻倒头就睡 就那次我是特别 印象还蛮深刻的 是想问一下涛总 就是 之后会不会在直播的时候 这百块钱的东西我随便送 这些我也送 还有这些 你告诉我 谁能拿吃这么多的货 我吃这些 好啊 我告诉你我有多牛 你一定要等 我跟你说 你值得等 这个价格绝对值得等 我收买了 你跟我说两句 加入一些关于睡眠相关的选品 然后或者就是咱们的YKVB 会推出一些关于睡眠的时尚单品吗 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市场 是吧 可以 我觉得做一个稍微 比较 因为现在不是有发哭了 哭了 那你洗完澡以后 但是发哭了那一刻 你会觉得自己特别的可爱 首先你会欣赏自己 你欣赏完了自己之后 我觉得可以出一个眼罩 然后这个眼罩呢 可能也是带一个猫耳朵 这种东西 然后里面呢 给你更多的温暖 更多的可爱 更漂亮的画面 你刚才还问了个什么问题 来人 第二个问题 什么我被忘了 就是问 你们会不会推出一些时尚单品啊 这类的 你今天问完这个问题 你会看到YKYV会断断续续的 出这样的时尚单品 然后会送我们吗 谢谢你的提议 我会送你 我首先第一个先送给你 第一个先送给你 真的吗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就当我们以为这件事过去了 结果我们的涛总 真的要送给我们衣服 等多寄到了 再录个开箱视频哦 你知道什么是报复性熬夜吗 你看 我今天就是不睡觉 我就是聊到 你聊到四点 要聊到五点 没有 那我可能从来没有这样过 我就是到点 我肯定是要睡的